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伦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有一个什么什么钟 齐夫人 您说的是大本钟 那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齐言 萧宝宝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太太 盛寒君 萧司令 萧夫人 齐言 这是国外的一种礼节 表示韩君很热情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 国内还不太习惯拥抱 萧司令 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很高兴 燕青真是好福气啊 盛小姐长得真是标致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还真不敢相信 你跟我们杭警真有几分相似 这一点 萧府司令 已经通过各种激烈的方式 告诉过我了 嫂子 就别拿这事打去我了 我们别站着说话了 入席吧 好 来 请 请 走 来 安静 嫂子 嫂子 没想到你在欧洲长大 筷子用得这么好 我小时候在欧洲 爷爷常说 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 所以在家都是吃中餐的 时间过得多快啊 一转眼 燕青也成家立业了 嗯 我就是很好奇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齐爷 当时韩娟还在读大学 她跟她画室的同学 去我住的庄园附近写生 我记得那时候啊 所有人都在认真地画风景 就她一个人 再画两只小狗打架 我当时就注意她了 好啊 你不是说你也是油画爱好者 才三天两头 拿着画找我品鉴的吗 我这么优秀的追求者 你都爱她不理 我肯定要另辟习近啊 盛小姐 你在英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住在伦敦 伦敦 听说伦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有一个什么什么中 齐夫人 您说的是大本钟 那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它每隔一小时 就会想一次 它每次敲响众声的时候 那个声音 就会响彻整个泰晤士河派 还有啊 我爷爷的公司 也在泰晤士河那边 小时候 我经常跟着爷爷 去看他们那些大人们 板着脸买股票 特别无聊 我觉得还不如在广场上喂鸽子 来得有意思呢 你们俩的性格呀 倒是挺般配 别看现在这个 眼睛是位翩翩公子 小时候啊 没少跟这个北辰 干那些上方接瓦呀 下河摸鱼的那些事 对不对 行了你 孩子们都长大了 你还当着人家夫人的面 敬人家短 没事 齐姨 这韩君啊 就喜欢听我小时候的糗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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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